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這一節天氣 我是蔡子純 天氣暖了這麼多天 到今天終於有些明顯的變化 一道冷風正是橫過廣東沿岸 你可以見到昨晚開始 來自北面的一些冷的空氣 亦逐漸向南擴展 當這些冷的空氣到了我們之後 我們的氣溫就會顯著下降 由於冷空氣正是剛剛到 所以到了早上7點多 香港各區的氣溫暫時還有19至21度之間 不過預計晚點的時候氣溫就會進一步下降 在大範圍的衛星影像 亦都見到和這裡冷風相關的雲大 亦逐漸會一向南移動 預計香港今天都會被覆蓋著 天氣比較多雲 還會有些雨 我們預計香港今天的天氣 將會是多雲有幾陣雨 天氣是會顯著轉涼的 預計市區的氣溫就會由初頭的大概20度 逐步下降到今晚最低的大概16度 而新界會再低2、3度 風方面會吹著和緩至清淨的北風 而離岸和高地會吹強風 展望明天就會是天氣清涼和非常乾燥 而天氣預計亦會逐漸好轉 而接著的一兩日預計早早天氣仍然清涼 亦都見到日夜的溫差會比較大 一直聽說到這裏 下次再見